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业者说预估一个月烤面包用电要三千度以上 电价调涨后电费会增加超过一万元 只能想办法将电内冷气跟冰箱统统改成省电模式 经济部建议烘焙业者可以采用时间电价季费 以台电视出的用电离风时段来看 夏季是半夜到早上九点 非夏季再半夜到清晨六点跟中午时段 每天可省下约五百七十元的电费 一个月能省下超过一万七千元 引来烘焙业者痛批 难道要大家半夜加班来烤面包吗 后备业者强调 民众重品质吃的都是刚出炉的面包 所以烤面包时间都会落在用电高尖峰时间 经济部又在po文解释 时间电价的尖峰用电时间 在二零二三年已经调整 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 而一方用电不一定在半夜 建议业者可以利用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烤面包 一年可以省约四万元的电费 还是让业者相当不满 我们今天要改变品 还有那个开店的时间 公司要缩短 或营业的日子要缩短 才能打平这个电价这样子 电价调整 烘焙业者潮油感 就怕成本增加 到时面包价格不得不调整 但这样一来又怕消费者不买单 华氏新闻刘选招荫光综合报导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